大家好,我是善貴 今天摺一隻孔雀 一隻開瓶的孔雀 摺孔雀是用一張長方形的紙 將一張正方形的摺紙 對摺切開就可以了 大家如果是用雙面的紙 如果是想要孔雀哪一邊的顏色 就將那一邊的紙 向桌面先 我現在是想要孔雀摺出來是紅色的 就將紅色的向下 對摺了它 打開 摺一個角 摺到中間 另一邊也是這樣 然後這一邊也是摺到中間 反轉它 對摺 打開它 把紙邊摺到剛才的摺痕那裡 再摺到中間 再摺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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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把這些摺痕調整一下 一高一低 這樣 這樣 調整完的摺痕就是這樣 然後把尖尖摺上來 剛才第一條摺痕 摺上去 把剛才摺這個位置 摺到下面下面 然後 然後兩邊對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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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像一邊的摺 一點也可以 小雙頭 摺開三角形 把尖尖放進去 後面 摺回去 然後打開孔雀的尾巴 孔雀的身體收一收 孔雀開屏完成了 haut哦 左邊打開孔雀 打開孔雀 正式表演